推达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身价340亿美元 约薪台币1.04兆元 名列全球亿万富豪榜第37名 他近日到台湾担任今年台大毕业典礼嘉宾 并现身台北国际电脑站Computex 2023 进行主题演讲 日前还零为装备民众在夜市巧遇 一直一动都受到关注 就有不少人好奇 黄仁勋现身公开场合多半以黑皮衣造型亮相 即使在闷热的台湾也维持着习惯是为何 过去财经网站The Street就曾分析 因为身为CEO的他每天有许多决策要裁决 不想再花时间烦恼要穿什么衣服 衣着会尽量维持简单一贯的选择 这点在许多名人身上也可以见到 包括已故苹果创办人贾伯斯 几乎以深色T搭配牛仔裤呼应品牌简约设计理念 Facebook创办人祖克伯也几乎以灰色素T亮相 已故乡奈尔总监老佛叶卡尔拉格菲 也几乎穿白衬衫搭配黑色西装出席公众场合 根据TBS新闻网报导造型师林国基也分析 这些大人物不喜用华丽包装跟外表呈现自己 他们要呈现的是他们脑筋里面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